大家好 我是圓圓 我在今天的影片想分享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卻可能不知道 其實那些東西是從台灣來的 好 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 泡麵 你知道嗎 吃泡麵的不只是亞洲人喔 全世界都知道泡麵 我在法國上大學的時候 也常常吃泡麵 因為蠻方便 蠻便宜 然後很好吃 但是你知道嗎 發明泡麵的人是台灣人耶 他的名字叫做 安藤白福 你可能在想這個名字聽不出來是台灣人的名字 是因為 他是日治時代出生的台灣人 所以基本上啊 這個人他發明了做泡麵的SOP 然後他發現這種麵 你可以保存 非常非常的久 比冷凍的更久 然後泡麵是1958年發明的 已經很久以前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都蠻喜歡 因為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就是你需要加熱水 等兩分鐘就可以吃 好 那我們來吃泡麵喔 好 第二個你知道是什麼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是一個全世界慢慢 開始知道的飲料 好 其實啊我是年前離開法國的時候 法國好像還沒有珍珠奶茶 那我現在不能轉化 今天要等一下 但是我這幾年 會發過看到很多家 賣珍珠奶茶的店 因為是一個很新鮮的飲料 然後西方人可能 還不知道那個QQ的感覺 所以這幾年 珍珠奶茶真的變很紅 那珍珠奶茶從哪裡來的 對 沒錯 是從台灣來的 這個我相信 大部分的台灣人也都知道 好 那我現在有珍珠奶茶 有我的泡麵 有一個很舒服的沙發 那我好像可以開始看電影喔 好 一句白片很辛苦 我今天想放鬆 休息 看電影 我今天想看三部電影 旅居人好客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還有臥虎蒼龍 那些電影你看過嗎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三部電影的導演 都是同一個人 李安 李安是台灣人 他是在潮州出生 然後在台灣長大 然後他後來去美國讀書 後來開始當電影導演 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功夫的影片 所以我看了 臥虎蒼龍這個影片 但是我那個時候 可能15歲的我 還不知道哪個導演是台灣人 啊 我現在 喝了很多珍珠奶茶 泡麵 覺得太多卡路里 我們應該要先去運動一下 好 我真的蠻喜歡在公園 騎U-bike 我覺得到處都有 很便宜 很方便 真的很棒 那你知道U-bike 誰製造的 其實它是一個台灣的公司 它叫做 吉安特 其實吉安特是全世界最大的 腳踏車公司 吉安特這家公司的故事 其實蠻有趣的 你可以網上查一下 基本上他們很久以前 做 腳踏車的零件 賣給 其他腳踏車的公司 然後呢 1980年的時候 他們最大的客戶 是一個美國腳踏車公司 叫做 Schwin 但是有一天 那個Schwin的公司 他決定 要跟 中國的公司 開始合作 然後吉安特 那個時候 他決定 那我要自己做自己的牌子 所以他是創立 吉安特這個牌子 然後他就是 越來越有名 越來越紅 然後他現在變成 全世界最大的 腳踏車公司 嗯 很有趣吧 OK 歡迎來 全世界第一家 牢咪咖啡館 我非常喜歡 動物 但是我家不能用動物 因為我都不在家 所以呢 有時候 如果覺得想 有牢咪館的話 我會來 牢咪咖啡館 我們現在在 全世界第一家 牢咪咖啡館 大家都以為 牢咪咖啡館 是來自日本 但是其實第一家 是在台北 然後後來在日本 變紅 這家店 它是1998年開的 然後現在 台北還有 好厲害 好可愛啊 好可愛喔 很可愛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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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就很小欸 哈哈 我真的很喜歡 看見貓咪咪碗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 我的鼻子 對貓的貓 有點過敏 所以有時候 我會 開始 打噴嚏 真的有過敏了 不過還好 我現在可以用一個 N95的口罩 N95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過濾 空氣的 懸浮 微粒 的 95% 的部分 是蠻高的 所以這種口罩 是很厲害的 很多職業的員工 都需要 用這個口罩 為了保護自己的肺臟 我們最近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常常會聽到 N95 這種口罩的名字 那你可能現在知道 我會說什麼 對 發明 N95口罩的人 是台灣人 它叫做 蔡秉一 它是在1995年的時候 有那個 N95口罩的專利 現在啊 這種N95的口罩 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全世界會用到的口罩 所以蔡秉一 謝謝你 OK啊 那我最後想 講到 兩家公司的故事 你可能知道 我是在 Yahoo上班的 軟體工程師 那其實Yahoo的創辦人 其中一個 也是台灣人 他叫做 養殖員 Yahoo的創辦人有兩個 然後他們在1994年的時候 創造Yahoo 我在台灣的生活 跟Yahoo 很有關係的 因為我已經在Yahoo工作八年 我會永遠很感謝Yahoo 給我住在台灣的機會 Yahoo啊 這麼大的美國公司 原來是 台灣人 創造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蠻厲害的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 台灣人知道 其實還有另外一家 你現在在看Youtube的影片 那Youtube一樣的 創造的人 有三個 然後其中一個 也是台灣人 他的名字是陳恤君 然後他是 2005年 跟他的兩個 partner創造Youtube 後來 Youtube被Google買 所以現在 Youtube是Google的其中一家公司 但是那時候 Youtube是獨立的 所以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我在Yahoo上班 然後我也當Youtuber 那些兩個公司 都跟台灣有關係的 我開始拍這個影片 發現這件事情 覺得蠻有趣的 我的生活 原來 跟台灣有一些 我沒想到的關係 好 這個影片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希望你學到 新的東西 然後 你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你也可以去看 我拍的其他影片 好我跟大家說 下個禮拜見 拜拜